那么说沙特这次政坛的更迭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说当初第一任国王 1932年建国书的国王伊本沙特 他不是36个王子吗 他在过世的时候呢 就跟自己的二儿子三儿子说 说我死之后老二你继承我的位置 然后你要是下起来有老三继承 为什么 你们这个哥兄弟众多 不能拆帮 你要就渴着自己家来 我死了我儿子结 那将来你会越来越孤立 在王室这么大一家的人 这要四分五裂了 让外人看笑话 而且不团结 极容易造成沙特阿拉伯这国家崩溃 所以这老国王呢 他定了规矩 就是你哥哥继位 然后哥哥下去了 弟弟上来 弟弟下去 弟弟弟上来 那五任国王都是他的哥哥 而且中间还有两个呢 他的哥哥做王储 没等当上国王就老死了 素质太大了 你看现在这萨勒曼 这都已经年事已高了 上一任国王 他的哥哥阿卜杜拉 那都已经九十了 就这个年龄了都 所以说这种形式呢 使沙特出现了老人政治的状况 就基本上参政的都是老年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 兄中弟级始终是沙特王位的继承传统 1953年 泰国君主以本沙特退位以后 他的次子 三子 五子 六子 十子 先后掌权 现任国王萨勒曼 是老国王的第25个儿子 被废除的穆克林 则是老国王最小的儿子 随着王储一夜换人 沙特王室也即将迎来第三代 第二代国王 亲王们呢 年事都已高了 最年轻的也是这个70岁的穆克林 那么接下来 王位怎么能从第二代上第三代穿承 那么第三代的亲王 数以百计 甚至数以千计 那么在这些亲王中 怎么样的选择王位 我觉得这个问题 沙特拉布现在仍然未解决 有一点 好的